腾讯控股07002022年第三季 3要22 盈利重新实现同比增长3要22收入为1400.9亿元 人民币 下同 同比下降2% 略低于我们预期 毛利率为44.2% 同比上升0.1个百分点 环比改善1.0个百分点 现发投入保持高位 占收入比重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 至10.8% 淨利润同比增长1%至399.4亿元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淨利润同比上升2%至322.5亿元 高于我们及彭博一致预期 在连续四个季度下或后重回增长 主要受惠于降本增效措施下销售 及市场推广开支占收入比重下降 3.22网络广告收入同比下降5%至215亿元 降幅收窄 环比有较大改善 主要由于游戏 电子商务及快速消费品行业需求改善 以及源自21年的若干行业特有不利因素逐渐消退 视频号信息流广告需求强劲 有助于市占率提升 预期4月22收入可超10亿元 除视频号外的微信广告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其中小程序广告收入增长迅速 考虑到广告行业环境改善及微信生态逐步完善可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我们认为网络广告业务有望于年底恢复同比增长 但近期疫情扩散仍是不确定因素 明年有望随着后疫情皇军改善而实现快速增长 3月22本土市场 游戏收入同比下降7%至312亿元 主要由于大型游戏发布数量下降 未成年人保护措施等过度性挑战导致付费用户减少 游戏版号自今年4月重启发布后 公司于9月首次获得版号 尽管对短期收入提振有限 但打销了市场对公司版号的忧虑 国际市场游戏收入同比增长3%至117亿元 或以固定回率计算增长1% 表现优于上个季度 Censor Tower数据显示公司 11月初在海外市场推出的 二次元射击手游Goddess OF Victory Nick表现强劲 全球吸金超过1亿美元 毁裂11月全球热门移动游戏收入第五 不包括第三方安卓渠道 有望支持公司国际游戏收入增长 3要22金融科技 及企业服务收入同比增长4%至781亿元 增速加快 主要由于线上及线下商业支付活动 恢复大动商业支付金额 陆得同比双位数增长 但云及其他企业服务收入 仍因主动缩减亏损项目而略有减少 我们认为企业服务降本增效已见成效 反映在金融科技 及企业服务无利率同比改善明显 还比持平在历史较高水平 我们认为更多游戏获得版号 海外发行取得成绩 广告行业扰动逐步消退 视频号变现能力增强 商业支付恢复高增长 及降本增效取得成效等利好因素 将支持公司业绩逐步改善 尽管疫情仍是短期扰动因素 但公司业绩将随着后 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于明年恢复快速增长 此外 我们认为前期对公司股值 造成较大影响的政策因素已逐渐消退 我们调整盈利预测 预期22斜缸23年非国际财报准值 每股盈利 分别为12.28斜缸13.84元 维持以28倍23年目标P 进行股值 相应上条目标价至429港元 潜在升幅达32% 维持买入评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